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唐丽琪 时间又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了 木星将会在七月中的时候呢 走进下一个星座 也就是从巨蟹到狮子 那么让运势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跟上半年截然不同 那么对双子座的影响是什么呢 到了下半年 我要先恭喜一下双子座的朋友 你可以挥别上半年的一种沉闷感了 上半年对你来说 尤其是双子本质上是比较自由自在的 很喜欢胡闹 或者是很喜欢好玩的事物 但是呢上半年真的把你们给闷坏了 你们好像被关起来一样 很多事情动弹不得 虽然整体上来说 到了下半年 你还是有一滴滴的不能动弹的状况 为什么 也许是出于你的健康状况 也许是出于你的工作的状况 因为工作本身是比较无聊的 或者是比较需要耗你的时间 然后也可能是比较苦差事 但是心灵上或者是精神上 木星将带你走进了你们的本宫 也就是三宫 所以对双子来说 就是有松口气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将会认识到很多有趣的人事物 而他们也会开你眼界 启迪你的思想 或者是你本身呢 会遇到了真正有兴趣的事情 然后在那个有兴趣的事情上 找到了一片天 然后愿意沉浸在里面 比如说到处旅行 或者是上一些你很喜欢的课程 让你上的不亦乐乎 或者是跟同学同侪之间呢 相处得很愉快 这些都会让你的心情比上半年放松很多 那么就发挥你双子座的本质 我认为你会渐渐的开朗起来 然后你的行程也会开始变得比较满一些 不过呢 体力上呢 你的确有退化的一个迹象 所以要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 如果你有一些老毛病复发的一个状况 你真的要去检查 也不能掉以轻心 那在下半年呢 虽然说人际关系大开 让你心情很愉快很轻松 但是不免还是会遇到一些 让你不舒服的人事物 比如说有人可能会冲着你来啊 找你麻烦啊 或者是你只要一说错话 他就抓住不放 或者是你做错什么事 他就盯着你 让你不能轻松 所以下半年虽然有点恢复过去的活泼 可是还是不能够自意妄为哦 那么以天明这两颗星的挑战对你而言 某种程度它其实是整个转换了你的人际圈 那这个整个转换你的人际圈是一个很难适应的情况 可是同时也是你的机会的所在 所以简单讲不要幻想再能够回到过去的圈子 过去的圈子也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你真正的新的圈子还没有形成 但是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你是有能力去创造它的 创造一片新的天空 而不是一直想念着过去的辉煌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哦 这是我给双子座的朋友 我基本上还是看好你们的哦 我给双子座朋友2014年下半的一个运势分析 那是有能力去创造的